看好了 兄弟们 让这个小雷龙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 现在已经会鼓塞寻游了 我什么都没到 看好了 你回来吧 我保证不打你了 兄弟们他刚才没打过我打败了 跑了我以后不理我了 我的天 我训练太过激动了 知道吧 一下子训出来咬钢 就拼命训 现在好家伙鼓塞都不鼓了 鼓塞不 再来一下 还鼓塞 小小的鼓一下 不行 被我打败了 怕我了 弄点资料 你们一直问我用的是什么资料 我用的就是鱼钻石雷龙资料 噬口心比较强 来 吃点吧兄弟们 来吧 资料都不敢吃了 先吃两个资料 到家没几天 没几天就已经迅迅开口了 不但而且还咬钢了 这状态是属实不得了 但是被我一次性打败了兄弟们 以后迅雷龙不能太过激 知道吧 先为两颗饲料吃吃吧 吃完以后呢 过两天再给你捡捡 瓜果出菜 补充一下营养好吧 哎 你要不要吃啊 这个雪斑目前没有迅骨塞啊 咬钢就更别提了 但是可以迅食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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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扔下去 在这里 看到了 好嘞 小雪斑也开口了 没多少问题啊 你又来了是吧 干不干了 还骨 还给我骨塞呢 你看 来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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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咬 接着咬哎 接着咬哎 别走哎 算了算 还有人说我引进车来了 就不带金龙丸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该训还得训 你看 状态依然在是吧 只是偶尔说 我给他认脸小样的自己去吃 那自己是走总该要的嘛 来 瞅见没 哎 过来呀 别打脸哈 在这边 我天 什么情况 鱼也给我整鸟了 选个鱼 来 别打脸啊 这边啊 这边啊 吃哎 对 千万不能打脸 开玩笑 都 来 咱们再来一条 还要吧 小状态还是得有的 着急 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 对 在这 吃到在这就好 哎 对 凶吗 偶尔撒点小零食也是可以的 然后该训还得训 这小猫呢 喜欢趴缸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猫都喜欢趴缸什么鱼 我的猫也喜欢趴 偶尔喂食的时候会动 基本上跟着趴着 但是他俩不打架啊 别担心 下层 下层鱼 和上层鱼 不打架 上层鱼 下层鱼 下层鱼